蠟兔頭戴安全帽 衝進了合作金庫 先是兩槍威嚇 接著還直接跳進營業櫃台 大喊搶劫 讓現場民眾嚇壞了 歹徒不斷會舞手槍 脅迫行員交出現金 還大肆搜刮行員的抽屜 就在他準備逃離現場時 疑似音跳出櫃台 腳步沒站穩 保全人員抓緊時機 立刻衝上前與蠟兔扭打 趕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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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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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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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嘉義市警局十二號舉辦 一百零四年春安金融機構 防牆演練 沒想到這演練太逼真 就有一名見義勇為的白髮阿伯 點見保全人員壓制帶突 壓制得好吃力 不過自身安全 也衝上前幫忙壓制 事後得知原來市場演練 尷尬的露出苦笑 以為是強咧 我看那個歹徒被壓制在地上 那壓制的人好像 他力道還不是夠 就幫他壓下去 演練真的是太逼真 讓民眾以為是真的是 假氣真做了 那被建議勇為協助壓制歹徒 雖然只是防牆演練 但就怕過年期間 民眾現金需求及流通增加 歹徒會伺機行搶 藉由防牆演練 不僅能加強金融機構的危機應變能力 還能加強遠景處理突發事故的機動性 記者侯國文張欣穎再報導 伊朗 太陸 zad Sn 太陸